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最近一场爆火的韩国影片破幕 花铃是一位韩国小偶名气的萨满巫师 这天他和搭档凤吉一起踏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 原来一位韩裔富商家里刚刚出生的孩子一直大哭不止 不管有什么办法都不能安静下来 而且无论多么厉害的医生都查不出任何问题 无奈之下他们只待向能通人归良界的花铃求助 花铃和凤吉一下飞机就直奔医院 宽敞明安的病房里 两人见到了使用镇定剂才安静下来的孩子 花铃对着孩子念起一段咒语 并听到周围响起凄理音森的鬼哭 又一番探查后 他基本得出了结论 面对心急如焚的孩子家人 花铃表示 这个家里一定还有其他人和孩子有同样的症状 比如他的爷爷 他的父亲 而随了花铃的话 家属的表情从怀疑变成了震惊 显然 花铃的判断是正确的 随后 花铃和凤吉来到了富商家的豪宅 并见到了他们年轻的家主朴志龙 朴家主告诉花铃 自己家里一直有不干净的东西 几年前 他的弟弟在静生病院自杀后 那东西就缠伤了自己 每天晚上 他只要一闭眼 就会被尖叫声和窒息感环绕 现在又轮到了他刚刚出生的儿子 而花铃则表示 从自己一进屋开始 就可以看到暗影在房子周围游走 压迫着家中的子孙后代 那应该是朴先生爷爷的暗影 这样的情况用行话讲 叫做木风作祟 也就是说朴爷爷没买好 所以家里才会频频出现问题 而朴先生现在需要做的 则是花钱请人签坟 这件事 花铃作为无事无法完成 需要重金雇佣专业人士才行 这所谓的专业人士就是破木人 与此同时另一边 风水大师坚向德 正在和知名殡葬师荣根 完成了这一桩破木的活迹 随着棺材缓缓打开 一具骇骨完整地呈现在众人眼前 经过仔细的探查 向德得出了结论 雇主金会长一家之所以会闹鬼 并不是自己给他们找的目的出了问题 而是因为尸体的牙齿不见了 因为没有了假牙 鬼魂不能吃饭 饿了 所以才会频频给家人脱猛 听了向德的话 金家长孙成勋放声大哭 原来是他拿走了奶奶的假牙 他只是想留下奶奶的一件物品 当作纪念 孩子的哭泣 让在场人无不动容 也许这就是死亡 也无法斩断的血脉之情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向德和荣根回到了殡仪馆一起吃饭 正在两人聊天时 花铃和凤吉来了 一见面 花铃就说自己给向德 带来了一笔大生意 原来 他们是为给朴先生爷爷千分一时而来 花铃希望向德和荣根 可以做这一次千分的破幕人 向德也很快答应了花铃的请求 因为女儿马上要结婚 向德需要给女儿的婚礼筹一大笔钱 而接下来这一单生意 报酬就有50万美元 即便花铃会从他们的报酬中 抽成一大部分 不久后 朴家家主也回到了韩国 这一天花铃 凤吉 向德 荣根四人 一起跟随朴家主 去目的查看情况 可是从一开始 朴家主就表现得不欣人上德等人 并且提出了两个要求 第一 从现在开始一切保密 第二 破幕之后 立刻把尸体和棺材一起火化 向德表示 他们这行的规矩 一般是破幕后 先通知真正服务 然后开关 由殡葬时检查遗骸的状态 最后再千木或者火化 可朴家主却说 本来家中的父母和亲戚 就全部反对千分 所以这件事情 必须要快点完成 向德这带推而求其次 提出先去看看目的 就这样 一心人走在了 去往江源道目的的路上 一路上 几人讨论着朴家主的怪异表现 全都困惑不已 而怪异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 朴家爷爷的墓 罕见地被建在了山顶上 荒山附近还有不断出没的野狐狸 在风水文化中 狐狸与墓地相克 接着 尚德尝了一口墓地旁的土 又迅速吐出 这一切都招视着 这块墓地的风水并不好 而眼前的墓碑上 没有名字 没有碑文 只有一川代表着近伟度的数字 尚德看了看荒野中空荡荡的墓碑 问朴家主 是谁给他们介绍的这块墓地 朴家主表示 这是一位当时的德道高僧 为他们选的致富之地 当时的法号叫做吉僧 选择致富之地 是因为也以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墓地并不起眼 则是为了躲避猖獗的盗墓贼 可听了朴家主的话 向德的神情却变得愈发凝重 随后他委婉地表示 朴家的这一单生意自己接不了 然后转身离开 严建主说他鸭子要飞了 花令和荣根都心交不已 问向德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向德则说 做他们这一行的人 都知道破了不该破的墓会发生什么 他看了四十几年的风水 从没见过阴气这么重的墓地 如果强行破墓的话 所有参与者都难逃一死 晚上 朴家主一遇找到了向德等人 和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他说 在自己的这个儿子出世之前 他的妻子已经流传过两个孩子 朴家主问向德 有没有孩子 可不可以理解他的心情 向德说 自己有一个马上就要结婚的女儿 大学主修航空工程 现在在独孤的一家航空公司工作 朴家主听了觉得有趣 父亲是象征迷信的风水师 女儿却是代表着科学的航空工程师 听了朴家主的话 向德表示 其实这两个领域 在实际上有很多相同之处 阴阳五行学说 是以金木水火土为基础 分析这些情况下 自然和宇宙的真相 而航空工程 则是研究另一种情况下的真相 说到这儿 朴家主再一次恳求上德救救自己的孩子 可向德却说 朴家主已久是瞒着他们 虽然他不知道桑基是谁 但他让朴家 把人埋在一块 刻着金纬多的怪异墓碑后 一定有这原因 而从不明情况的地方牵坟 是极其危险的 这时 花林提出 不如采取转运仪式 让转运仪式和破墓一起进行 而所谓的转运仪式 其实是一种 具有着欺骗性质的仪式 把五头作为贡品的猪 和五个属猪的人绑在一起 然后由这几人负责掘开坟墓 这样 地下的恶念 就会由于分不清到底该找谁 一切就大功告成 相当对花林提出的这个主意并不认同 觉得风险太大 可见花林心意已决 也只能陪他一世 说干就干 很快就到了转运仪式举行的日子 五头贡品猪 和五个属猪的人都已经就位 花林和凤姐穿上了 撒满巫式的传统服饰 随着咒语和古典声响起 花林开始挑大神做法 所有人都摒弃凝神 眼见花林一边跳跃 一边把锋利的刀划向自己的身体 没有鲜血流出 代表着法术的成功 随着仪式进入高潮 五个属猪的男人开始破目 很快 一具契黑的官母呈现在中人眼前 接下来 轮到相德和荣根下去探查 两人发现 眼前的官母由刺白做成 这是一种只有皇室 才能够使用的名贵木材 不过 这个疑问并没有困扰他们太长时间 因为朴家人拒绝开关验查 只要求立即火化 所以官母很快被搬上了临车 牵官完成后 五个被雇佣来属猪的男人并没有离开 其中一个最大胆的跳下牧师 用铁锹跑挖着 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值钱的东西 可以一番探查一无所获 这时 一只蛇神人头的怪物从目的里爬出 男人用铁锹将怪物斩成两端 随后 天空中传来一声淒厉的尖叫 接着 本来一只清好的天气 突然变得阴云密布 狂风大作 大雨倾盆而下 相德告诉朴家主 因为下雨的缘故 火化需要推迟 因为如果在雨天火化 亡灵是没有办法幸福转时的 可以先把尸体放在医院的太平间 等天气好了 在经营火化 听了相德的话 朴家主也只在点头应允 在荣根的安排下 一行人把朴家爷爷的棺材 转移到了附近的医院 安顿好一切后 朴家人准备新兴离开 等待日后的火葬 可离开前 朴家姑妈却突然问朴家主 相德等人是否值得信任 朴家主表示 自己已经给了足够的钱 对方只听吩咐 不会多管闲事 因此无需担心 由此看来 朴家爷爷的墓 确实有着他们一直没有说出口的隐秘 离开医院后 相德一人来到了今天白天上山时 途径的一座报国寺 白天在路上 相德并觉得很奇怪 因为尽管报国寺是座佛寺 但这座寺庙周围却画满了地象树 也就是风水相关的符号 寺庙里的老僧人告诉相德 说眼前这座寺庙 依旧是超过一百年的历史 因为建造寺庙的主持 同时精通风水 所以才在寺庙周围 画上了这些符号 相德问老僧人 那建庙的主持是小吉桑吗 可惜他得到了否定的答案 显然 相德是想弄清楚 这座寺庙和山上墓地的关系 而老僧人则告诉相德 多年来 他听了很多关于那座墓地的传言 有人说 那座坟墓里埋藏着无数宝藏 还有人说 那是朝鲜首富 或者某个国王的坟墓 这样的传言 也吸引了无数盗墓贼的光谷 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围捕了 另一些逃到了朝鲜 不过 从来没有人成功挖开这座坟墓 说吧 老僧人带相德去寺庙里的仓库 看了盗墓贼留下的工具 大多是一些坚固的铁钩和铁钉 与此同时 另外一边 在所有人都离开医院后 太平间的看管者 悄悄敲开了朴家爷的棺材 显然 他也是听说了一些传言 才想打开棺材一探究竟 回来观察情况的 花林和凤奇 正好撞进了这一幕 想要阻拦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伴随着黑气和惨叫声 从棺材里飞出 花林晕倒在地 得知消息的向德和荣根 立刻赶了回来 幸好花林并无大碍 可他却说 有非常邪恶的东西 从棺材里出来了 朴家很快会出大乱子 花林的预料没错 被释放出棺材的 正是朴家爷爷的鬼魂 他的第一盏 是朴家在美国的豪宅 来到这里后 鬼魂先是红片 痴呆又瘫痪的朴家爸爸 打开门 随后又毫不犹豫地 掏出了朴爸爸的肝脏 下一个遭殃的 是正在楼上跳舞的朴妈妈 和幽灵共舞一曲后 朴妈妈也伴随着一声惨叫 死于非命 花林分析 此刻的鬼魂 一定在到处揽飞 照这样下去 下一个受害者 一定是此刻 身在首尔的朴家家主 于是花林决定 让向德先开车赶赴首尔 帮助朴家主 剩下的人 留在原地进行招魂 很快 花林凤吉 荣根几人 就做好了招魂的准备 花林负责做法 荣根则负责 在鬼魂进来时拉紧绳子 而凤吉的赤士双脚 作为暂时寄放朴家爷爷灵魂的容器 经过花林一番施展 凤吉神色大变 显然 鬼魂已经暂时附体到了他的身上 就这样 花林开始和鬼魂沟通 问到底是什么激怒了他 可鬼魂却表示 自己要在今晚 把所有的子孙全部带走 说完这话 凤吉突然倒地 叩度鲜血 接着 他神色变得清明起来 这表示鬼魂已经离开了他的身体 也意味着 这次召唤失败了 召唤失败后 向德正在抓紧时间联系朴家主 可就在他给朴家主打电话时 朴家主酒店的房间门外 响起了诡异的敲门声 门外的人也自称是向德 要他赶快开门 听到这边的情况 还在路上的向德明白 是鬼魂假扮成自己来找朴家主了 于是 他要朴家主一定不要开门保持冷静 并立刻打开窗户 朴家主照做了 可这并没能拖住鬼魂的脚步 等到向德赶来时 朴家主已经被鬼魂上身了 此刻 他正在做出纳粹军的手势 目光坚毅地看向远方 口中也念念有词 前景吧 大日本帝国的子民们 在叙日期下 举起你们的刺刀 为大日本帝国献出你们的生命吧 说吧 朴家主开始倒地吐鞋 紧接着 他神色诡异地 对向德说了三遍 狐狸斩断了老虎的腰 然后停止了呼吸 为了避免鬼魂再继续作祟 花令和荣根决定 将棺材立刻火化 在韩国 火化前必须要家属的批准签字 可此时 朴家能做主的人 都已经全部被鬼魂杀死 于是 景人之代联系了朴家主的姑妈 而这时 朴家爷的鬼魂 已经又一次飞到了美国 把手伸向了自己刚出生的宠孙 心生而眼看危在胆息 好在这时朴姑妈同意了火化 随着棺材被推进熊熊烈火 婴儿身前的鬼魂开始逐渐消散 在棺材被彻底烧成灰锦后 婴儿转位为安 不过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几天后 向德得到消息 当时被归用来破目 并斩断了人脸蛇的男人生病了 生病后 男人不停地做噩梦 出现幻觉 医生束手无策 男人觉得 是自己受到了神的惩罚 他希望向德可以帮帮自己 帮他找到那条蛇 并为蛇祈祷 于是 向德正在在自上山 挖开坟墓 可这次 他在墓地中发现的 却不只是蛇的尸体 而是乳女 一种来自日本的怪物 伴随着还有 另一具竖着放置的棺材 也就是说 朴爷爷的坟墓 当年其实是双藏 向德理解把这个消息 通知了花林 凤姬和荣根 几人讨论一番 决定先把这座 巨大无比的棺材弄出来再说 此时太阳已经落山 因此向德提出 不如去山脚下的豹国寺 先借宿一玩 于是一起人开车到了豹国寺 老僧人替他们 请出了库房 存放棺材 而花林和凤姬 在棺木周围 撒上了糯米和麻血辟邪 正当这时 朴家的姑妈也赶到了 面对如此情况 朴家姑妈只带承认 自己的父亲 当年出卖了祖国 备主求荣 向德以为这样以来 事情就合理了 当年的和尚 就是为了惩罚朴爷爷 才将他埋在此处 可姑妈却表示 事情不是这样的 因为那个名叫桑吉的和尚 根本不是韩国人 而是日本人 他的原名叫村山君二 据说对朝鲜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连姑妈也不理解 自己的父亲 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 为什么他们国家的和尚 却要把他埋在这种地方 既然弄不清棺材 到底是谁的 私人决定 第二天一早 就把他烧掉 用过晚饭后 凤吉 向德和荣根 就都睡醒了 因为听到村山君二 这个名字很耳熟 花铃给世界打了电话 世界表示 此人是个日本狐仙 他们的师父 还见过他一次 这名狐仙能力极强 应该不是人类 挂断电话 不想得预感涌上花铃的心头 而这个晚上 确实和他预感的一样 并不平静 半夜 凤吉陷入梦魇 半睡半醒之间 他看见寺庙的老僧人 站在自己的面前 哭泣着说 他的肝脏被拿走了 凤吉飞快地用手花咒服 才从噩梦中醒来 而出去查看后发现 老僧人却是死于非命 看来刚刚是来给他托梦 于是 凤吉立刻找到了花铃 两人一起去存放棺材的库房 一探究竟 刚一开门 刺鼻的恶臭 就冲进了他们的笔枪 棺材上的铁链断开了 仓库的房顶 路过猪圈时 里面传来的惨叫 他推测 那东西现在应该就在猪圈里 花铃打发凤吉 却叫住人过来 而他自己 自留在库房继续查看 门外突然有脚步声传来 紧接着 一个高大无比 身穿夹着的鬼舞士 朝花铃走了过来 花铃立刻跪倒在地 恍生自己不是人类 是面前大人的奴仆 他可以希望借此 偏过面前的鬼舞士 可显然 鬼舞士识破了花铃的伎俩 正当他将手伸向花铃时 凤吉赶来了 凤吉把铁棍 捅向了鬼舞士的胸膛 可显然 区区铁棍 对眼前的鬼舞士 没有丝毫威胁 反而激怒了他 鬼舞士用血铃的手指 抚摸了凤吉的眉毛 随后便掏出了他的肝脏 纵完这些 他又走向了花铃 可也许是花铃身边的佛塔 庇佑了他 鬼舞士在念了一段经文后 化字了一台火球 朝天空飞去 鬼舞士离开后 化铃和向德 把凤吉送到黎原 化铃告诉向德 根据萨满教的说法 灵魂都是不完整的 鬼魂也没有尸体 因此人类 可以通过健全的思维 和体魄赢过他们 而昨晚那个鬼舞士不一样 他不是来复仇的鬼魂 而是有生命的灵体 所谓灵体 就是人或动物的灵魂 依附在物品之上 不断进化而来的 不仅如此 昨晚的灵体 应该也不是韩国本国的 因为自己完全感应不到 他适合身份来自哪里 正在这时 医生从手术室里走了出来 医生告诉化铃 凤吉脏脐受伤 嗜血过多 脊柱的损伤也很严重 需要立刻转到综合性医院 这时向德注意到 墙上的一张照片 照片正是号称朝鲜 半岛脊脊梁的太白山脉 凤吉时脊柱受伤 朴家爷爷藏在 号称朝鲜的脊梁上 朴家主临死前曾说过 狐狸斩断老虎腰 这些让向德若有所思 他决定再回一次向国思 探查究竟 向德去了放置 盗墓集团工具的仓库 这次他在仓库里 找到了一本笔记本 笔记本上 团案画着象征风水的标志 里面自有阴阳五行的图案 朝鲜半岛的地图 以及一张照片 照片背面上 写着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同志们 署名铁血联盟 而照片上的人 全部眼神坚定 根本不像是盗墓贼 看着眼前的照片 再看看脚下 写满铁血军团名字的铁稿 向德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准备再一次 去山上的墓地一探究竟 另一边 凤记被转到了首尔的大医院 可他依旧昏迷不醒 医生觉得事情十分反常 华林自然知道 这背后的原因 于是他请来了 自己的师姐师妹 决定为凤记请身 华林在凤记的胸口 摆好了符筹和食物 随后请身仪式正式开始 姐妹虽然念了一段咒语后 开始洋装聊天 希望借此招来鬼魂 果然 一直昏迷不醒的凤记开口了 接着 他说他遇到了自己的主人 主人效应了山战 斩杀了一万帝军 而当华林问凤记 主人现在在哪里时 凤记开始不断重复一双数字 正是朴家爷爷墓地 碑文中的数字 他说 他的主人 正是守护内里的将军 说完这些 凤记开始不断高呼 主人 看看我吧 让我成为你的容器 凤记说这些话时 一直说的是日语 很显然 他已经被一个日本鬼魂附身 情深一事结束后 师姐警告华林 千万不要轻挤妄动 也不要再靠近凤记 以免招来杀身之火 可话里且说 自己不能不管凤记 惊魂未定的向德 回到了荣根的殡葬店 他和荣根说出了自己的猜想 朴家主临死前曾说过 狐狸斩断老虎腰 从风水学生来讲 朝鲜半岛一直被比作一只老虎 而墓碑上刻下的经纬度 正是老虎腰部的位置 也就是说 狐狸斩断老虎腰 说的就是 名叫吉桑的日本狐仙 在这里做法 斩断了老虎的腰 在朝鲜半岛上 有这样的传说 当年日本为了破坏朝鲜国运 所以在半岛上 订了数百根铁桩 桑界一定是在 老虎腰的位置上 订上了铁桩 所以 之前照片里所谓的盗墓贼 并非盗墓贼 而是想去拔出铁桩的勇士 而之所以后来 把朴家爷爷 一位赋尼日本的高级军官 埋在这里 就是为了避免盗墓贼的靠近 因为那时整个朝鲜半岛 都是日本的殖民地 平民自然不敢靠近 日本高级军官的坟墓 而后来 四处坐乱的日本鬼魂 应该就是在看守铁柱的 说出了自己的猜想后 向德提出 希望大家可以为了国家 携手拔出铁钉 可荣根却说 什么民族精神 什么国家被铁桩一分为二 都是无稽之谈 不是早就研讨会说 目前发泄的铁桩 99%都是假的吗 可向德却反问道 那剩下的1%呢 朴家爷爷那座墓地 并不普通 显然有人精心策划 荣根依旧觉得 没有必要为了这种事而送死 但向德却认为 子孙后代生活的土地 有必要守护 更何况 如果像花林所说的 是灵体附在铁桩上作怪 那只要把铁桩拔出 凤姬就可以恢复健康 最终 三人决定一起上身 却拔出铁桩 花林说 据她所知 灵体是无法被消灭的 不过自己可以将它 暂时引开一会儿 这时花林又注意到 凤姬身上纹身的地方 没有全部被攻击 凤姬的纹身 是竹镜的经文 花林猜测 鬼舞士可能是害怕竹镜 于是第二天 三人带上了鬼舞士 在之前对话中透露的 爱吃的银鱼 连上写满了竹镜的经文 准备妥当之后 就再次进山了 一度上 向德和荣根 在山上散下银鱼作诱饵 花林表示 鬼舞士不会在午夜醒来 到时候 自己负责把鬼舞士 引到紫山树下 向德和荣根 负责拔出铁桩 同时 花林安排了自己的世界师妹 在医院照料凤姬 因为凤姬已经被 鬼舞士的一部分附体 斩杀鬼舞士时 他很可能有危险 师姐在病房里贴满了符筹 准备用一只鸡 做凤姬的提身 一旦出现问题 杀死鸡 便可替凤姬挡住一劫 很快夜幕降临 午夜到来 鬼舞士也如期离开了母学 他一边抓着淫于大块朵翼 一边顺着诱饵 来到了花林所在的紫山树下 花林施展法术 伪装成山神和鬼舞士聊天 在聊天中 花林得知 鬼舞士本来是个将军 被狐仙诅咒后 只能永远守护在这里 另一边 项德和荣根跳进了墓穴 迅速地寻找铁桩 不过两人的挖掘很不顺利 以花林的法力 最多拖住鬼舞士30分钟 可30分钟过去 项德挖断了铁稿 依然没有找到铁桩 这时 鬼舞士已经发现了 花林是人类 朝他扑了过去 是花林的奶奶 一个功力强大的 老萨满巫师出现 才救了他一命 项德还留在墓穴里 逃命回来的花林和荣根相遇 得知了情况 这时 两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他们急忙往墓穴的胖向炮 可项德此时死意已决 他决定要和鬼舞士正面交锋 等花林荣根赶到时 鬼舞士已经将魔爪 伸向了项德的腹部 掏出了他的肝脏 花林急忙把准备好的麻血 朝鬼舞士剖去 鬼舞士的战力暂时被削弱了 这时 倒在地上的项德灵光乍现 花林曾说过 灵体是人或动物的灵魂 依附在物体之上 那有没有可能 守护铁庄的鬼舞士 就是铁庄本身 他就是将灵魂 依附在铁庄上而形成的灵体 不仅如此 鬼舞士总是会变成燃烧的火球 那就是燃烧的铁庄 在五星中 是火和金 与它们相克的是水和木 想到这些 相得将信将疑的 那些手中沾满鲜血的超深的木头 插向鬼舞士的双脚 果然 鬼舞士发出了一声惨叫 而一旁的绒根 用普通的木棍打向鬼舞士 对方却纹死不动 这无一证明 相跟的猜想是正确的 于是 他乘胜追击 继续用手中的木棍 朝鬼舞士拼命击打 很快 鬼舞士掩瘾一息 不过这时 相得的身体也几乎无力支撑了 他大口地勾出鲜血 鲜血再次如揽了木棍 最后 相得拼尽全力 给了冰死的鬼舞士最后一击 鬼舞士最终被相得杀死 与此同时 随着鬼舞士的衰弱 病房里的凤姬到了生死关头 师姐准备好了随时杀鸡 不过这时 小师妹注意到 凤姬开始吐黑血了 这代表鬼舞士已死 凤姬成功脱离了控制 很快 他便重新恢复了神志 鬼舞士被斩杀 一切尘埃落定 华琳和荣根 用最快的速度 把相得送到了医院 相得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在医生的照料下 相得和凤姬很快恢复了健康 弄天过去 四个人的生活 都渐渐回到了正轨 惊心动魄的故事 渐渐被埋藏在记忆身处 不过 也正因为这惊心动魄的经历 让他们四人 变成了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 不久后 是相得女儿的婚礼 花琳 凤姬和荣根 也受要参加 合照全家俯时 相得牵持要三人一起过来拍摄 镜头定格的刹那 也定格了他们永恒不变的情谊 《破目》 是由张在线编剧指导 崔敏之 金高银 李道现主演的 2024年上映的韩国电影 作为韩国今年的电影票房冠军 豆瓣上有网友这样评价这部电影 以为是不到幕片 结果是恶灵恐怖片 以为是恶灵恐怖片 结果是怪物恐怖片 以为是怪物恐怖片 结果是抗日主旋律片 这样的评价可谓十分精准 在这部电影中 导演把恐怖元素 借鉴中国特有的风水 五星等文化符号 以及其历史故事融合在一起 为观众奉赏了一场实听盛宴 从制作上讲 破幕这部电影可谓精凉 生化特效 炉火纯群的应用 拉满了恐怖范围 总体来说 还是非常值得观看原片的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关于这部电影 你还有什么观点和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入记网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